从加德满都起飞,前往观看珠穆朗马峰等山峰,当天早上返回途中,坠毁在加德满都附近的帕坦市郊区。 机场管理部门提供的信息显示,16名乘客包括10名印度人、2名美国人、1名日本人和3名尼泊尔人,3名机组人员为尼泊尔人。 警方发言人辛格说,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了一名幸存者,紧急将他送往医院抢救,但他伤势过重,不治身亡。 救援部门负责人卡尔纳说,这架小型客机坠入一处山区,19人全部死亡。 飞机坠毁原因尚不清楚,一些救援人员认为,恶劣的天气可能是导致这架小型观光飞机坠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